一个庙堂权争与刀剑交错的时代 一个暗潮涌动粉墨登场的江湖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长篇玄幻小说 雪中汗刀行 作者烽火戏诸侯 由大斌为您播讲 纵横中文网版权所有 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雪中汗刀行 第170回 话说那老头子呀 吃完了最后一口面条 他是个饮食起居 极有规律的老家伙 这筷子搁在碗边上了 就算你拿尺子去量 筷子也一定是里碗一寸 不差丝毫 他重新拿过了二胡 他说道 所以朝代也好 江湖也罢 我都不喜欢看到一些老家伙 死皮赖脸的跟年轻人较劲 一个人蹲在茅房里不拉屎 也就罢了 连屁都不放你了 像话吗 你说这些人呢 既然都呆在茅坑里了 怎么不索性去吃屎 我呢 就是一个老农 在这天底下 这儿种上一棵好苗子 跑到那儿啊 挖出一块菜谱 收成要好 靠人命 除了靠老天爷 还得靠施肥 所以啊 就用得上那些茅坑里的人和屎了 难怪这老头子喜欢徐凤年那套道理 简直是有异曲同工之妙啊 只不过温华有些脸色古怪 心想你一个才吃完面条的人呢 自己也是个老家伙 又是茅坑 又是屎屁的 这也挺不像话 老黄头笑了笑 望向了窗外 语气平淡的说 帮金不帮理 这话说起来呀 轻松解气 可真当不平事 窝弄事 落在自己头上 才知道天地间最大的 还是一个礼字 而非情与义二字 可 克里守礼一事啊 容易让人变成孤家寡人 不如情意来得清索 温华听得一阵头大 他一翻白眼 老黄头 你别跟我讲这些 这老头子笑着说 有些人呢 求我说我都不说 你小子还挑肥减瘦呢 问题是尽减瘦的 不如以前那些个庄稼苗子 你小子眼光不行 这辈子呀 也就练剑马虎 温华就不爱听这个 他换了个话题问 老黄头 你有没有见到 比我更有练剑悟性的天才呀 这老头子冷笑着说 你说呢 笑了又笑的温华 端起了空碗筷 就准备拿回去 这老头子突然问 还记得我说过 让你练剑大成以后 要办一件事 杀一个人吗 温华愣了一下 当然 到时候 你就算让我拿剑去 杀那皇帝老儿 也绝没二话 老头挥手感人道 杀一个皇帝 未必 比得上我要你杀的人 更有意思 温华没那么多弯弯肠子 也不庸人自扰 别看他空闲的时候 和老黄头啊 嬉皮笑脸 真正练剑时 风魔的一塌糊涂 那股子狠劲 不知道是打娘胎里 带出来的 还是上辈子留下的 连老黄头 这个眼高于顶的家伙 都暗自欣赏 目见温华走出几步 冷不丁的转身 一脸尴尬的问 老黄头 这只鹦鹉天天嚷着公公 你也该不会是以前春秋八国里的太监吧 见过皇帝陛下皇后娘娘们 这老黄头深呼吸一口 面带微笑 温华转身就跑 老人临窗靠着椅背 桌前呢 放着鸟笼子 笼中的鹦鹉上了年纪 虽是绿衣红嘴的 真品戴梅种 以往啊 只有皇宫大内才供养斗弄得起 但这一只不知何时就会死去 故儿啊 也不值钱了 自嘲只是这天下里 这儿一廊头 那儿一锤子的老农啊 他眯起眼睛 昏昏欲睡 南南道 千山以外 欧千山 这就是江山 六宫粉黛独剑你 这就是美人 江山美人古南权 行李更男权 比起一些女子啊 世间多少男儿 是烟人 鹦鹉又在那碎碎的念叨 公公 公公 却说 这原本在年轻的慕容姐弟心目之中呢 北梁王 只是一个空洞的称呼 在遥不可及的边境北梁 身后是茫茫多的铁锭 三十万吗 他们无法想象 这是怎样的一个数字 如此一个被私下称作二皇帝的大藩王 应该是跺一跺脚 就能让王朝晃三晃的恐怖枭雄 只不过原本与他们毫无关系 直到当慕容物竹和慕容同皇到了王府 入住吴童院 借着世子殿下的通风 数次与人图在一张桌子上进餐 虽然从未敢正视他 但似乎觉着 这位徐的将军也不是如何喜怒无形的老人 相反呢 在这世子殿下面前好说话的很 连他们都看得出北梁王府 说话最管用的不是这位藩王 而是他的嫡长子徐凤年 不说慕容物竹想不明白 就连慕容同皇都是一头雾水 只好战战兢兢的在梧桐院里住下 既然是寄人篱下 就该有世事小心谨慎的觉悟 姐弟二人呢 很少出院散心 索性院子里什么都不缺 琴棋书画诗书骨藏 那都是价值连长 不过呀 院子里边那些个称呼古怪的丫鬟 都没给他们什么好脸色 大丫鬟红薯还好 比较和蔼可亲 黄瓜绿蚁这几个二等丫鬟 那都红眉竖眼让慕容物竹是胆战心惊 所谓宰相门房三品官王侯管事赛俊首 他如何能不怕呀 不过这慕容同皇要相对硬气一些 与丫鬟借秦借书什么的都理直气壮 让慕容物竹如是重负的是一名青州女子的到来 也住在乌同院里 据说这个名字叫做陆承燕的青州女子 出身士族高门 家里老祖宗是王朝上驻国 父亲陆东江也已是宜郡的郡守 他带来了一名重童味的年轻仆役进府 后来与世子殿下见面之后 那个长有诡异重童味的年轻人呢 就去了边境 这些个小道消息在乌同院里边流传的很快 但也就仅限于在这个院子里边流传 若说慕容姐弟多少有些争不起躲得起的味道 那么这一个一流毫发里出来的女子 就与那些个丫鬟有些针锋相对了 性子刚烈的丫鬟黄瓜 总阴阳怪气的说 什么雀巢纠占等等这类的怪话 世子殿下在的时候啊 女子们还算维持表面上的一团和解 等世子殿下一出门 天可就变了 一屋子女人呢 个个膳使杀人不见邪的冷刀子 似乎比几百饼飞剑来来往往还要厉害 慕容物竹很佩服那个陆承燕 几次怯生生的远远旁观 听着他说话柔声细语的 却能让人憋死 听他说呀以后可能会是世子殿下的首位侧妃 慕容物竹心想 也就只有这般聪慧伶俐 且无所畏惧的女子 才配得上北梁侧妃的称号 北梁王独自一人走进了梧桐院 丫鬟们除了红鼠上前师傅行礼之外呢 其余女子都远远的站着 该做什么做什么 这也是老规矩 红鼠也为一路陪伴 对他们而言呢 想在梧桐院里活得舒服 最紧要的不是做什么 而是不去做什么 徐霄便直接去了世子殿下的房间 也不坐下 走走停停 貌似是在帮着收拢一些小物件 屋子实在是宽敞 光线也好 以至于摆满了琳琅满目的奇珍玩物 都不显得逼着 黄昏里 临窗的树岸上铺满了木色的余灰 泛着温暖的淡黄色 徐霄伸出布满老茧的手 在树岸边是缓缓划过 停下之后许久没有动静 似乎想起什么 他轻轻的笑了笑 缩回手 双手插袖 面朝着窗口 视线由窗外投向墙外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雪中汗刀行 纵横中文网版权所有 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徐霄转身望着 亭亭玉立于门口的陆家丫头 他招手笑道 承晏来了 进来坐着说话 来来来 陪伯伯说说话啊 陆承晏进了屋子 等徐霄坐下之后 才捡了一条袖凳 略显拘禁的坐着 徐霄笑眯眯的说 伯伯是忙碌命 这段时日招待不周 回去可别跟陆祝国 编排伯伯的不是啊 陆承晏摇摇头 不会的 徐霄文言哈哈大笑 顿了一顿 陷入回忆 他感慨道 记得 我第一次进京面圣 便是陆老尚书李贤下士 带着我这个年轻武夫 一同去金鸾殿 算是一起走的那段路 那会儿 我还觉着纳闷 一位堂堂正二品的 立不上述 咱们就乐意跟着一个 才刚获勋的 从六品小五官 并肩而行 不嫌掉价吗 现在伯伯 算是懂了 早听说上驻国 懂一些 秤尾倾囊 看来啊 就是现在 等的这一天 我当时要是知道 肯定要壮着胆子 赴飞一声 老狐狸 哈哈哈哈 才知道两家 有这么一段 香火情的陆成燕 抿嘴一笑 眼神清澈 没有流露出 太多的敬畏和好奇 这徐霄啊 语气淡了一些 徐伯伯呀 在北梁这边 也听说了一些 你这逆子 才一脚到北梁 温太医 红灵书 这俩老家伙 就在京城那儿 过早 记得成燕 你小时候 可没少去 他们两家串门走户吧 俩老头还真是 一点儿不念旧情 老的欺负不过 就欺负小的 活了一大把年纪了 越活越回去 这些年 清州要不是陆祝国 撑着大局 别说闭眼使坏 早就谈不上清党 不过话说回来呀 此家人不说客气话 老尚书如果再咬牙撑着 虽说清党 还能续个几年命 可你们陆家 就要被温宏 给压得死死的 老尚书 若非对一手造就的清党 彻底死心 就绝不会让你来北梁 如此一来呀 清党已经断了 仅剩的一口气了 这陆承彦小声的说 老祖宗说过 他这个岁数 该享受的都享受了 是时候 为子孙谋服了 徐霄终于有了笑意 点点头 我就喜欢老尚书 做实诚人 说实诚话 说心里话呀 伯伯对清党 一直没太大恶感 要名要利 要权要官 直来直往 什么是什么人的 都往秤声一丢 秤出多少金粮 就卖多少钱 绝不寒恶 和这样的人物打交道 其实啊 还来得不费心思 文宏那两个老不死的 在京城跟杖居录 顾建堂 好的没学到皮毛 坏的倒是学得十足啊 本来清党就没拿得出手的辅证人才和经纬策略 不抱团的清党 哪经得起别人几下子折腾 散心就得散架 可惜了 这陆承彦自然不敢搭话 这徐晓自嘲的说 哎 跟你说这些干什么 伯伯呀 本来就是想跟你拉了家长 嘿 这人一老啊 就老糊涂 陆承彦眨眨了眨眼睛 他柔柔的说 徐伯伯 你跟我说说 世子殿下小时候的事吧 徐晓做了个挥手的隐晖动作 却不是拒绝陆家丫头的提议 而是退去隐匿的死事 这才对陆承彦微笑着说 这一说 可就指不定什么时候能停歇了 陆承彦笑容灿烂的说 等到徐伯伯说累了为止 徐晓招了招手 显然心情极好 来来来 坐近来说 伯伯呀 就喜欢唠叨这个 凤言在的时候 他不让说 伯伯往日里呀 也找不到肯真心实意 听这些的 凑巧啊 抓到你这妮子 正好 正好啊 时光流逝 陆承彦这才知道 徐伯伯呀 其实是一个很健谈的老人 说起世子殿下儿时的去世糗事 灰白相间的西书梅雨间呢 满是溺爱和自豪 这时候的徐伯伯 与自家里的慈祥老祖宗 并无两样 说起眼中出息的子孙 都舍不得用重了语气 期间呢 大丫鬟红薯端了石盒进来 装满了精致糕点 与杰壳的瓜果 老人弹到兴头上啊 毫无架子可言 几次亲手给陆承彦拨了田局 世子殿下的住处夜间照明啊 并非蓝高明竹 屋子里房梁上有许多玄妙机关 不知红薯如何动作 便露出了许多镶嵌其中的夜明珠 屋内亮堂与白昼无异 关键是光芒柔和 长久身在其中啊 也不会让人感觉到刺眼疲惫 陆承彦没在这北梁王府 见识到世人想象中的 钟鸣鼎石的那种寻常的奢好 却在无数细节里边 见识了北梁的地韵和气魄 直到红薯递过了一个 绣功华美的绒垫子 陆承彦见到这名 一等丫鬟眼中的暖意 以及风雨美人那微翘的嘴角 直到自己这一刻才算勉强 融入了梧桐院 天色渐浓 徐霄终于站起身来 不要鹿承彦相送 静止走出了屋子 到了院子时啊 喊了声红薯 两人一同走向院门口 这徐霄平淡的说 本意啊 是让你跟凤颜一起去 好有个提起的人照应 不过一来他不答应 二来这院子缺了你 不行啊 红薯柔柔的说 青鸟 徐霄语气里有一丝无奈 这死心眼的丫头啊 跪了一宿 等我点头 拿着刹那枪 就出去闯了 我到现在都不敢跟凤颜说这一茬 生怕呀 被骂个狗血喷头 红薯 红薯笑了笑 梧桐院里的丫鬟 数他与身前这位北梁王最说的上话 除了这对父子 再没有人知道 他是王妃留下的死士 徐霄轻轻轻的叹息 直呼走了以后 你倒是像凤颜的姐姐了 红薯正要说话 徐霄摆了摆手 你与陆家丫头是一路人 以后多关照她 北梁的水土跟青州完全不同啊 再聪明的女子 一时半会儿也适应不过来 总不能把好好的一颗青州牡丹 一栽在北梁土地里 咱们就这么撒手不管呢 不过你记住啊 这些日子你传消息给她 就说那虫童儿死了 看看她的反应 若是这一关过了 你再与楚露山一起着手准备 她入驾徐家的事情 若是没过关 她就没有做侧王非她命 红薯点了点头 徐霄走到院门口 她笑着问 你说今日本王与她一席谈话 她接下来的时日是恃宠儿交 还是容宠不惊啊 你是女子 更懂女子心思 红薯犹豫了一下 她摇摇头 奴婢不敢妄言 徐霄也不难为这位 梧桐院的大丫鬟 独自走出院 梧桐院里的陆成燕 明明应该满心欢喜 实则是手脚冰凉 连她自己都不懂为何如此 徐霄啊 来到厅潮湖散心 见到湖心亭中坐着静安王妃陪南伟 还有按照她吩咐 与这名王朝郑王妃 形影不离的书修 两女相隔 十余不距离 书修的职责 是观察陪南伟的言行举止 对于真正高超的易容术来说 形似是术 神似是法 术法合一 才算打功告成 陪南伟嬉笑 趁怒痴 一皱眉 一抿嘴 一愣 一惊 书修都要记在脑海里 起先陪南伟很反感这名 北梁护从的丁烧观摩 只不过书修恨不得 陪王妃真情流露的越多越好 他才不计较陪南伟 是否记得恨恼怒 到了北梁王府 你一个静安王妃 算什么王妃啊 后来陪南伟啊 干脆就彻底无视了书修 不知为何到了这座 朝廷和江湖都忌惮的阴森王府 他反而真正安下心来 他住在一间灵狐的雅园 世子殿下心思细腻 专门让人呢 弄来几亩芦炉尾 打开窗户便可赏景 虽比不得相反城外的芦炉 荡一望无银 但也让故作镇静冷淡的陪南伟 眉梢间透露出几分喜庆 芦炉尾荡再打 终归不是他的 北梁王府这几亩芦炉尾 再小 那世子殿下 名言都是他的 徐霄走入湖心亭 书修已经默默下跪 陪南伟赶紧起身施礼 轻声道 民女参见徐大将军 无需多礼 徐霄答去道 你跟那娘娘腔的赵衡 本王啊 看来得颠倒个个 你做静安王 他做静安王妃 陪南伟一脸苦涩 徐霄没有坐下 陪南伟啊 以后你进出府 没有限制 陪南伟下意识又起身行礼恭敬党 谢大将军恩典 徐霄笑了笑 走出亭子 嘀咕道 你这儿媳妇 规矩也推断了 陪南伟一脸的愕然 随即翘脸上红 舒羞的眼神 却艳羡的紧呢 徐霄慢慢的跺步回到自己的房间 除了膝下二字二女 这里绝对不会有任何外人踏入 就算是陈之报这几位义子 有事禀报啊 也只是在院中门外出声 再一同啊 前往附近的一座 义士阁书房商谈军机要事 这院中只有一棵琵琶树 夜幕中 徐霄站在树下愣愣出神 回到并不宽敞奢华的屋内 屋子简单速破 外屋有两只衣架 徐霄弯腰从桌子底下 拉出一只箱子 打开以后啊 并非是什么真奇异宝 而是满满一箱子的布鞋 徐霄拿出一双缝到一半的厚底布鞋和针线盒 点燃蜡烛后啊 娴熟的咬了咬针头 手指缠上丝线 开始缝鞋 不远处两架一架 架着一套将军甲 一剑北梁王莽袍 窗外 亭有琵琶树 五七死之年 所守职也 金已亭亭如盖 听众朋友 雪中汗刀行纵横中文网版权所有 喜马拉雅独家出品 作者 风火气出喉 由大兵为您播讲 更多内容请登陆 喜马拉雅电台 或添加大兵小说 微信公众平台 DBXT981 雪中汗刀行 今天为您播讲到这 感谢您的收听 祝您的收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